再看到花莲市公所已经完成南兵抽水战的兴建工程 但花莲县府配合兴建的南兵制洪池至今未能完成 而多名议员关心制洪池兴建的进度 听取建设处长邓子余简报目前的状况 而议员们呼吁县府尽快兴建 让花莲市防灾计划发挥作用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内政部补助花莲市扩建设备更新南兵抽水战三年前完工了 但是花莲县政府同时获得补助 要配合兴建的南兵制洪池到现在没有完成 花莲县议员魏家贤、傅国渊、迪布斯一赖、周俊佑 特别前往县刊要建设处来说明目前的进度 那抽水战兴建完成之后也必须要搭配制洪池的一个发挥 才能够将这些水能够导入到抽水机里面抽出去 那我们现在是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治洪池的一个场地 和平跟南兵治洪池的一个场地的部分 那如果说未来我们也要求花莲县政府 能够赶快的把相关三七五减租的部分来做相关的协调 那还有虚地的部分赶快取得 取得之后在争取中央建设的预算的时候 能够如期来赶快来完成 那会减少花莲市未来移淹水的一个机会 南兵治洪池这个要尽快来做设计规划 因为它可以串联我们整个东大门夜市 再来就是后面的太平洋公园 那它结合生态以后将来会吸引更多的观望人潮 其实对地方的产业也是一个帮助 再来就是说我们花莲整个这个淹水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它可以将所有的雨水或者污水 先暂时性的导入这个志洪池里面 然后让这个南兵抽水站来做一个调节的功能 所以这个我希望说县政府如果送进来我们议会 我们议会会全力来支持这个预算 县府建设处长邓子余表示 南兵抽水站志洪池的工程 因为都市计划变更程序耽搁 目前工程土地合计有2.5亿元都到位了 未来县政府会一起规划 南兵抽水站志洪池新建工程 华联市和平排水湘含扩建工程 之后再争取预算新建 两个志洪池大约有3.5公顷 议员们强调没有志洪池 如果大雨来袭造成市区淹水 新的南兵抽水站会造成无水可抽的问题 只能够发挥一半功能 因此呼吁县政府要加快志洪池的新建进度 和南兵抽水站合体发挥抗洪排洪的功能 让花莲市低洼地区免于淹水四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sob头5公 hull 欢迎市场合体发挥抗洪 lows 氨